台湾知名设计师王晨彩霞 日前在巴黎时装周 发表2013春夏不断系列 以千刻不落万简不断的中国简纸艺术为主题 设计师运用大量的雕刻、镂空、精准对称的线条 不断的工艺技巧 近乎抽象符号化与程式化的表现手法 诠释简纸艺术中力求简化的直观感受 并使用具透明感与光泽感的丝与段 以及呈现凹凸效果的半透明体画布 表现出简纸的光影及穿透效果 大胆明艳的用色 搭配大面积简纸印花图腾 呈现出兼具东方民俗色彩 与西方时尚语惠的鲜名组合 本季系列的创作元素 同时汲取20年代的几何简洁细节 与60年代的迷你轮廓 塑造出纤细优雅又摩登清新的女性形象 单件式连身裤、罩衫与短裤 花卉鸟语图案、不规则的下摆 与充满金属光泽的珠式 Swarovsky元素水晶、雕花蕾丝与手工刺绣等 而于本季广泛被运用的人造珍珠 与几何图文细节 更精巧地将艺术气息 柔和融入于创作之中 色彩主轴则以鲜黄、桃红、湛蓝与牙白 组合成既复古又摩登的色彩节奏 孔雀羽毛绣枝乌干、五谷浓收蹄花、孔雀印花等特制主题布料 则蕴含着吉祥富贵、嚷哉辟邪、多子多孙 这三个传统简纸中世代相传 很久不衰的主题 这场秀不仅让全球时尚界可以透过独特手法 一窥中国民间的审美意趣 更直接地反映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由经济部工业局主办 中华民国纺织业拓展会执行的时装设计新人奖 是国内服装界最具代表性的新人设计比赛 每次比赛就融合国际市场潮流 目的是期望设计新秀的作品 除了保持特有的个人创意外 还能兼顾国际流行趋势 每年皆吸引数百名的时尚新人参与比赛 今年迈入第26届的时装设计新人奖决赛 日前在南港展览馆举办 今年总奖金高达90万元 吸引450名参赛者 在初赛激烈竞争后产生18名决赛选手 每名入围新秀展出6套独具创意作品 现场更聘请在时尚界具影响力的评审委员组成评审团 为的就是让最佳的作品展现在近千名观众 以及7位关键的评审眼前 以获得30万冠军大奖 由此可见 本届的时装设计新人奖竞赛十分激烈 此次时装设计新人奖 由访托会发表的2013春夏流行趋势出发 以创造未来简单的共鸣为主题 入围18名选手 不少人大胆将数位印花融入设计元素 并运用皮革、潜水布、毛料、机能性布料等材质 进行易材质拼贴与重组 服装整体更增添多变性 评审团赞许这次参与盛世的新秀 兼顾自我风格与前卫创意 也兼具市场性与实用性 此外 今年的时装设计新人奖18位决赛选手中 其中有两位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超级设计师 也在决赛名单当中 分别是吴日云以及黄百荣 两人的精彩作品也获得评审们的青睐 最后成绩揭晓 恭喜黄百荣获得第三名 而一二名分别是谢明熙与叶荣汝 我的设计理念就是把中国的刺绣跟现代的运动结合 然后把刺绣转换成树维樱花 我现在很兴奋啊很开心 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所以终于结束了 其实这次就是表现一种线条上面的律动 然后借由立体的PVC管跟平面布料的打折 然后创造一种线条有2D跟3D的结合这样子 然后很激动就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很厉害 我的概念就是Six 那是用小丑来当一个发想 但我想表达的就是 其实是现在社会的一种现象吧 就是大家都好像戴着面具 然后看东西就是好像都是看表面的 行时尚并不是就是看表面的 就是说可能你穿的很光鲜亮丽 或者是很亮很漂亮 这就是一种时尚 我觉得时尚是一种态度 我很感谢我妈妈可以就是 她还要上班什么的 还要忙家死哥 却可以帮助我做这些事情 意大利顶级精品品品牌 日前于台北著名的地标 新开设了旗舰店 两层楼高共占地约300平 是品牌在台湾最大的一家门市 店内装潢成续了品牌一贯的精致美感 粉绿色的帆布墙面 米白色的长毛地毯 极具奢华感的镜子 高贵典雅的象牙色经典皮革家饰 加上经典形象的黑白格纹大理石地板 让宾客置身其中倍感新贵 当天开幕派对上众星云集 不仅有中港台重量级艺人出席 就连千金名媛也一同共襄盛举此活动 更吸引了许多媒体前来现场捕捉画面 现场美光灯闪不停 好久没有来台湾 所以很想很想台湾的朋友 终于可以来了今天 这套衣服很轻的 这个质料很滑 很舒服 跟穿睡衣差不多舒服 很有创力 然后每一件衣服的色彩 还有搭配都很活泼很年轻 我很喜欢今年的样子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个活动 然后因为也有一段时间 没有在台湾做这样精品类的活动 今年这个品牌有跟一些演员合作 刚好我现在又在那个电影的宣传期 我觉得来这边就挺好玩的 因为我其实个性有点中心 然后可以以一种小西装饰的方式出现 我觉得还蛮帅气 但是颜色又蛮亮的 就是有一点青春的气息 它那里面的设计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很想看 因为我觉得我对室内设计也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听了很多 然后今天又是穿了这一套西装 因为我只有这种活动的这种时候 才可以穿西装 所以我很喜欢穿 知名化妆品品牌日前在台北举办 青春美籍大赏即彩妆新品发表会 邀请新科金庄领地陈柏林站台 以及名媛最爱的彩妆师游思琪 打造全新女神妆容 而陈柏林在现场更是玩心大起 与游思琪老师联手帮模特 创造Best Kiss女神唇装 因为我刚刚在练习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就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是我刚发觉就是一画错 那个整个就超出水唇的范围 所以要很小心这样子 因为我有拍过张爱加张姐的20 30 40 虽然那个时候很年轻 什么都不懂 就是经过了十年 对越来越了解就每一个女生的状态 就每个年龄层就看到我妈妈这样子 甚至我妹妹 所以其实我对每个年龄层的女生 其实都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 齐聚台湾新锐设计师 自创品牌时尚概念店 日前展开Life in Design系列活动 特别邀请活力充沛的 统一新鲜人俊男美女们担任一日店长 并举办首场Wine Party 与新锐设计师们一起分享今年秋冬的时尚新观点 现场热闹非凡